這裡的車是空心的平線是吃黑肉 乾淨是法拉利跑車 這機械是科學的東歐 它創新的技術 是用探線在中心搭託 根據三君子業的大龍之下 這台人了電梯電動車 已經參加轉到台磚以後 輕人車比賽 這就轉到第三名的新車 有問題很多落 然後造成我們比賽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比人家落後八圈 然後之後發動之後 我們追上對方的車子 跟第一名差距兩圈 到最後只差距兩圈 到最後只差距兩圈而已 因為就是比賽的時候 途中我們的車都沒有故障 只是一開始那個插頭脫落這樣 參國的東歐兩休閘幾天 經過不斷的討論和尋規 剛才跟車車本身的東龍以外 也提供車兩行事的穩定 剛才用幾個公車的親戚 還可以開26公里的路程 發揮這麼好 全部都做得很好 之前的車子比較大 它在比賽的時候 它的里程度 它的風阻會比較大 現在我們降低它的前面高度 它的風阻會比較小 然後也符合人體公車 所以它這次想說 老師說它為了降低風阻 就把連桿都用在下面 這兩支操作管在操作 所以它這邊就沒有那個阻礙 清氣的它的電話線反應 產生電力 然後直接驅動電動馬達 它是完全沒有汙染 是完全捷徑的動力 它是完全沒有汙染 它清氣燃燒之後 燃燒形成是水跟熱 不管是車輛的造型設計 還是某個製造頂頂 都是八個黨夕操作 用他們所有的專業電視 讓車輛來達到最好的總統 在可以在優惠的製造儀勝之下 有這麼好的性格 也讓老師覺得相當難得 對著很多另外的計劃不斷來表現 以及地球都會很強之下 這台環保電動車 總是未來發展的苦勢 希望黨後可以繼續努力 王朝鮮 記者 李明信 蔡虎報道